Yo大家好,我是El 随着今年F1在争议星不断下落幕 以一个人名的曝光率急剧上升 他既不是车手,又不是车队领导或者老板 而是现在的F1 Race Director Michael Massey 觉得他是谁 他又如何以一个极浅的资历登上这个位置 你对Race Director的职能又知道多少 而他今年又做过什么极具争议的决定 全新他是麦水系列,跟大家认识一下谁是Michael Massey Michael Massey,现任的F1 Race Director 外界对他的资料其实不是太多 连Wikipedia也没有他的资料 不过大家不要小看欧佬找资料的能力 或者是他最近的决定搞到满城风雨 不过其实他的成长之路都很理智 Michael Massey出生在1978年的澳洲 家族是意大利移民 拥有意大利血统的他可以说出一口意大利话 赛车不单只是车手、工程师和出资人 车队管理也是一门学问 但想投身这个行业,其实门栏极高 因为如Formula、WRC、GT等等 这些高级资事的车队 对管理人的要求十分之高 也都需要他有丰厚的经验和强硬的背景 但赤一级或者地区资事的中小型车队 资金的关系 很多时候都是由出资人或者主工程师 甚至是主要车手担任管理人的职位 形成了中小型车队 去到大型车队是有一个洪溝的 所以如果想投身这个行业的话 义务性质的工作或者是一条出路 Michael在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对赛车产生浓厚的兴趣 但他没有选择要成为车手 而是走向服务和管理车队这条路 他还未毕业就已经在地区的赛车赛事里面担任义工 就是我们平时在比赛里面见到的Marshall 然后又去到一些车队担任义务的管理工作 同时一边收毒Marketing 一个赛车是真的不能没有Marketing 而令到他人生带来最大的转变 就是他2003年的时候 受聘于澳洲TEGA Tuning Car Entrance Group Australia 由General Director Assistant开始 再去到做秘书 协助举办Tuning Car Championship的赛事总监 自此涉足赛事和管理 经历了几年的时间 一直活跃在澳洲本土的赛事 和FORMULA的关系开始在2010年 他成为了韩国GRAMPay的顾问 自此他的职位晋升到Manager 协助过澳洲VX、Superclass和Rally的赛事 再过了几年 他以顾问身份 担任不同的赛事、赛事总监和副总监 其中我们都认识的 就是他曾经是香港FORMAL E EBIT的赛事副总监 一直到2018年 受聘于FIA 成为F2和F3的副赛事总监 同时兼任F1的赛事总监副手 事任赛事总监是Charlie Wrighting 相隔Michael Charlie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管理人 自1976年起 投身赛车运动 1988年加入FIA 才担任过FIA主任和安全代表 同时自1997年起 在F1开始担任首席官 就是现在的Race Director 赛事总监这个职位 他为了F1和赛车世界 带来莫大的贡献 例如我们现在都认识 拯救过不少车手性命的Hero 就是他负责引入 而车手使用的Hence Jones 都是他的功劳 简单来说 Charlie就是一个经验老到 是FIA举足轻重的人 Michael在2018年加入到他的fighter 理应可以好好学习 他都被外界计定 他将会成为接班人 不过怎么也想不到 他这个老板师傅Charlie 会在一年之后 2019年的3月去世 享年66岁 这一刻FIA突然间失去一个灵魂人物 亦都是这一项运动的支柱 Michael也失去了一个好老师 就是这一年 2019年Michael 由林毅寿命 取替Charlie成为Race Director 但他的经验实在是少 所以当他晋升到这个位置之后 除了要得到FIA的内部人士支持之外 他也要得到一众车队的领军人物支持 他积极和各车队的大佬开会 不知是否因为他有意大利血统 和可以说一口意大利话 意大利车队Flary的老板 在媒体前面多次表明会支持他 不过有趣的是他自担任Race Director之后 就不断被捐入争议事件 而外界对他的评论也很坏差 之后的内容呢 就会说到Michael Massey 在2019到2020年 捐入了什么争议 不过这些内容呢 我就来给Pedro老百姓独家享用了 然后呢 2021年 我会再做F1事件宝到处唱拍 之后来呢 我们就说一下 F1的Race Director的职位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职位呢 要顾及的东西十分之多 简单来说 Race Director就是整个赛事的统筹 先分为场外和场内 在场外 每一个举办国都有自己的F1机构或者公司 他要和不同的国家协商制定赛事 而在场内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协调各车队 由车队上下车手去到赛车都要确定是合乎条例规定 而赛事正在进行的时候也要和裁判团合作 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为赛事可以在顺畅、合理、公平的情况下进行 自Charlie Wrighton时代开始 Race Director是同时兼任Safety Dedicate 赛车安全商里 即是由赛车、赛事、场地的安全 去到赛车的安全设备演变都是由他负责 接受供应商、车队和车手代表GPDA的意见 尽打一提 车手交易协会 叫做Grand Peak Driver Association 大奖赛车手协会 理论上所有车手都会加入这个协会 但是不是强制性的 他们代表着车手和FIA协商 现在主席是前Formel 1车手Alexander Rules 而现役车手代表就有Sebastain Vettel和George Watson 但GPDA曾经因为车手不满赛会而解散过 也有些车手是坚持不加入这个协会 这个又是另一个故事 留待之后的影片再长谈 总而言之 Race Director这个角色的确是处身于热厨房 要为赛事里面的大小事做决策 对于赛事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权力可以说是最高 不过权力高就必须有些事情可以制衡他 而制衡他的决策就是赛车条例 而今次导致他落入这么巨大的风波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打破了制衡自己的规则 他在今场中国之战之后 除了受到外奸无限的压力之外 也受到FIA内部的严格审查 有些报道更加指他可能会泛满不保 不过英国每日时报指 F1的老板Exolston 和FIA主席Shan Todd都为了他周旋 同时也有一个消息指 FIA准备修例以保护Race Director 未来可能会承受的压力 其中包括禁止车队领队 在赛事里面向Race Director直接对话 到底事件会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我们就继续留意一下 不过如果真是跟换Michael Massey的话 的确是十分之困难的决定 除了这个做法等于间接承认了错失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F1管理层 正面临着青黄不接 和人才流失的时间 现任FIA CEO Dominicali指他自己 只会做过去2021年这一年 而Technical DirectorRoss Brown 也都指会在2022年年底卸任 如果连Race Director都要被割职的话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平心而论 Michael Massey在短短的三年里面 的确为F1的赛事付出过不少 在上年疫情下的艰难时刻 仍然可以令到赛事进行 你看到多少运动在上年 因为疫情而停办 不过他的决策力 的确受到外界的质疑 再加上他的运气真是衰得爆 每一次都要卷入一些 手掌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的困境 我们就静待之后 会不会有更加爆的消息出炉 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记得CLS帮助我对抗YouTube的演算法 又或者加入Patreon进一步支持我 最后要感谢El Rose乾爺的 由EvanC Andy Yip Cherry Lee Fantastic Bobby Jason Ng Main Kitchen SG Mike Lee Soup Steven HealthCH Tm小杀 Yansner Saryo Ho 他改功 还有还加入了El Rose 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El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 MING PAO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